3月18日,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召开网络会议,就疫情导致学生的学习成绩差距进一步拉大,我们如何才让学生迎头赶上,这一话题进行讨论。 与会专家建议学区善用政府拨款,成立各项学习项目,以缩小学习上差距。同时,学校在教学方法上要改变以往的做法,学区在获得了联邦、州拨款,可以创建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各种学习项目,更有效与学生和家长合作,弥补学生因远程教育出现的学习差距。 一个学习中的学习主要有关,在学习的学习,并已经国契进学校的学习,并已学习。 习近平台的学习'。这里当然统的学习理学生了、证学习,并已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 Jones,并已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,并已学习学习,并已学习。 专家在研讨会上指出 在疫情中实施远程教育 学生在阅读与数学等学科拉大距离 甚至没有完成学业 因此专家提出从三个主要方面弥补 比如有目标强化补习 扩大学习时间 创建强大牢固关系 加州教育政策分析 组织高级政策研究员 和社区学校学习交换组织主管 Hein Kimmer表示 社区学校是弥补学生阅读 数学等学科差距的有效方法 社区学校有社区优势资源和有利关系 可以与学区全面合作 同时 学区应充分利用联邦 州府的教育资金拨款 设立更多适合学生需要的新项目 并加强与社区学校合作 多管齐下 群策群力 以实现缩小学生 因疫情导致的学习成绩差距的目标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